大家好,早前有幾條影片為大家介紹過幾間酒店的中菜廳 不過主要都是去喝茶的 有朋友就問可否介紹一下中菜廳的晚餐 今次就很榮幸獲得KK Day 和九龍酒店的邀請 為大家介紹旗下的中菜廳六日軒最近推出的晚市套餐 名為龍蝦嘗鮮套餐 整個套餐總共有八道菜 第一道菜是攬盤 酒醉鮮鮑魚 整隻鮑魚釀在蕃茄上面 加上左右兩邊的切片青瓜 賣相都做得不錯 烹煮的過程中 火候應該控制得很精準 所以鮑魚的肉質都能做到結實、爽口 而又不會有過韌的情況 當中滲出淡淡的玫瑰酒香味 清香得來吃下去都夠開胃的 第二道菜是冬蓉海鷗 裡面的材料都非常豐富 吃得出會有蝦肉、魚肉、蟹肉、魚肉等等 上湯的濃度調整得剛剛好 不需要加醋的情況之下已經很夠味 口感上也做到不會太稀、不會太稀 第三道菜 蒜蓉開邊蒸波士頓龍蝦 整個套餐裡面是其中一個重頭起之一 離遠已經聞到濃烈的蒜蓉香味 每人就會有一邊的龍蝦和鉗 龍蝦非常足清,蝦肉爽口彈牙 龍蝦非常新鮮 所以不需要額外的調味 即使是開邊去蒸已經完全可以帶出龍蝦的鮮味 加入蒜蓉和蔥花去蒸 絕對是沒得輸的組合 師傅也很細心把蝦的鉗打碎了一點 吃起來也不會太浪費 第四道菜 蝦汁蒜片牛柳粒 牛柳粒肉質是不錯的 火候控制得很好 能夠鎖住肉汁的同時 牛肉的生熟程度也很均勻 再加上用蒜頭去爆香它 吃下去也挺香口的 但如果可以再加多一點薯片 或者乾蒜一起去炒 就會更上一陣 配菜的西蘭花炒得挺好吃的 不會太老,不會太生 第五道菜 魚耳鮮百合炒蘆筍 所以比之前的其他幾款菜 這道菜比較簡單清新 魚耳百合露筍是不錯的配搭 而且露筍也炒得不錯的 第六道菜 芝士焗波士頓龍蝦天使麵 同樣用上新鮮的龍蝦 加入適量的芝士 洋蔥拌上天使麵 由於龍蝦非常新鮮 所以只加了少少的芝士 這樣是因為要避免掩蓋龍蝦的鮮味 天使麵也炒得相當不錯 麵夠乾身得來 適量的芝士香味也達到恰度的好處 第七道菜就來到甜品的部分 紅棗蓮子燉桃膠 非常滋潤 桃膠吃下去會有多樣的雜質 處理得不錯的 不會太甜 吃下去清清的 傳統的中式糖水來說 算是交足功課 第八道菜也是最後一道菜 奶黃水晶包 外層尚算做到晶瑩通透 來類的奶黃餡料也充足飽滿 畢竟奶黃是龍蝦的主打 這個奶黃水晶包的奶黃也絕不例外 當然拍得住旗下的奶黃月餅 但如果水晶包的外層再做過小消息就更好了 整個二人套餐百道菜 每一道菜都已經先分好了每人一碟 剛才鏡頭前面見到的就是一人的份量 不驚不覺已經可以吃得很飽 當中的龍蝦菜式是最為突出的 因為所選用的龍蝦真的非常新鮮 這個套餐連加一種數是1228 人均消費大約600元左右 已經可以在尖沙咀的酒店吃到這麼多道菜 而且質素也算不錯 所以是值得推介的 同一時間龍蝦也推出了另外幾款不同的菜式 即是套餐 分別就有龍蝦扁皮鴨套餐 精選海鮮套餐 午市方面會有6道菜 商務午餐以及35週年8道菜午市套餐 詳細的資料放在下方的連結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進去看看 最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希望可以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